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FALLA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首先要恭喜特斯拉在第三季繳出非常亮眼的成績 身在加州的我非常有感 因為現在路上隨處可見特斯拉的身影 我相信在看影片的觀眾 有不少人準備要下訂屬於自己的第一台特斯拉 甚至有不少人可能手上都已經握有訂單了 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9件購買特斯拉時可能會犯下的錯 其中有一兩項是我現在也很後悔 當時為什麼我沒這麼做 希望這些經驗談可以幫助到大家做出更好的決定 而這幾件事我是根據發生的先後順序來排列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的狀況 來選擇從哪一段影片開始看起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對你了解特斯拉 有那麼一點幫助的話 我也不要求什麼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幫我留下你們的讚 來自觀眾的每一個讚 都是我發影片最大的動力 我們接著就來看看 有哪9件事是我們購買特斯拉要特別注意的呢 首先快速跟大家分享 特斯拉在Q3交出的亮眼成績 他們在第三季總共交付了241300輛車 高過於分析師們的預期 對比去年同期呢 這個是高達73%以上的增長喔 考慮現在晶片以及原物料短缺 能夠繳出這樣的成績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而這個好成績我一點也不意外 因為可以從他的交車日期看出端倪 目前在美國現在下訂Model 3 Standard Range 或者Model Y Long Range的朋友 要到明年4月才能夠領車 而Model 3 Long Range也是要到年底12月才能夠交車 跟以前下訂後大概三四個禮拜就能交車 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由此可知特斯拉現在手上的訂單有多塞車 更不用說他們還有Cybertruck 100多萬張的訂單在等著他們 現在只差德州以及柏林GIGA工廠上線 我預估在未來幾年這個交車數字 只會呈現更爆炸性的成長 而交車日期的拉長就關係到我們的第一件事 必須要提前做好規劃 尤其如果你現在是租車 或者車子狀態已經非常不好的朋友 交車日期一定要考慮進去 不然銜接上將會很容易出問題 另外每個國家甚至美國不同的州 都對電動車有不同的補助方案 我建議大家在下訂之前 一定要先搞清楚 怎麼樣才能夠符合資格 因為這攸關於你買車的成本 那這邊我就不幫他都整理了 因為光美國就有50個州 實在是太多了 更不用說還有不同的國家 而有些地方除了直接退錢之外呢 像我在的加州還可以申請高承載的貼紙 有了這個貼紙 即使你是一個人在加州部分的高速公路 你也可以走高承載的線道 這個福利對在加州的人來說 真的是非常大的福音 但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可以申請這張貼紙 第二件在下訂之前要做好的事 就是關於充電了 對於打算在家裡安裝充電插座的朋友 我建議在下訂之前 一定要找個電工來估價 看看安裝充電座到底可不可行 以及要花多少錢 有些人的房子可能過於老舊 他的線路或者配電盤 可能沒辦法負擔 再增加一個220V的充電插座 又或者因為位置的關係 這個充電線拉起來將會非常的昂貴 這些我建議大家都是在下訂之前 就要先考慮進去的 當然住社區的朋友 也要先跟廣委會做好溝通 確定可以安裝充電座 不然到時候車來了 卻也沒辦法在家充電 購買電動車反而變成非常麻煩 而家裡充電最常見的有三種方式 一種也是我目前正在用的 就是牽一個220V的NEMA 1450的插座 這應該算是最經濟實惠 也最簡單的做法 只需要購買一個轉接頭就可以用了 而這種插座每小時 可以提供Model 3 Model Y 將近30英里 也就是48公里左右的續航力 對大部分人來說 一個晚上就可以把車給充飽了 另外比較講究的人也可以選擇 安裝特斯拉掛牆式的充電座 這種充電座可以提供 每小時大概44英里 也就是70公里左右的續航力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是 其實一般110的插座 也能夠幫特斯拉進行充電 但它的速度就非常的有限 每小時大概只能提供2到4英里 也就是不到5公里左右的續航力 所以除非你日常駕駛距離 真的非常的短 不然我實在不建議用110插座 來作為主要的充電手段 在確定充電沒問題的情況下 在下定電動車 這才是比較聰明的做法 記得這些插座轉接頭 都要在你領車之前就已經準備好 這樣一拿到車就可以馬上使用 而第三點 也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關於續航力的選擇了 特斯拉每個車種 都擁有不同級距的續航力 可以供大家選擇 到底哪個續航力是適合你的呢 我想每個人的情況都有所不同 只是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官網上的續航力是最佳狀況下 在真實世界中 往往不太可能達成這個數字的 所以這邊我要介紹大家一個 非常好用的網站 ABRP A Better Route Planner 這個網站全球都可以用 大家可以根據你可能的駕駛情況 去做預算 它甚至可以選擇你是哪一款電動車 起始電量是多少來做路徑的規劃 而我的實用經驗是 它的預測算非常準的喔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選擇哪一種續航力的話呢 先用這個網站來了解一下 到底哪一個版本的車才最適合你 畢竟電池容量這個東西 一旦交車後 只會變少 不可能增加了 所以大家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做好選擇 第四點就是關於白色內裝的部分了 我知道許多人下訂時 非常猶豫要不要選擇白色內裝 就是怕它不好保養 而我剛好過去Model 3是黑色內裝 現在Model Y是白色內裝 我可以跟大家說 保養起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只要你選對好的清潔液 並且常常擦拭 說真的白色並沒有比黑色難保養 所以我給大家建議是 喜歡哪個顏色就買哪個顏色 不需要猶豫太多 因為整理上是差不多的 不過第五點就有點不一樣了 就是關於輪胎的選擇 特斯拉大部分車種 都可以選擇加價做輪胎升級 而我的Model Y也加了2000塊美金 升級到Induction版的車輪 不過如果讓我再選一次 我會做出完全不同的決定 首先輪胎加大雖然看起來好看多了 但必須犧牲掉許多的駕駛舒適度 以及部分的續航力 雖然在官網上並沒有列出來 但是如果讓我再選一次的話 我會選擇購買原廠19吋的胎 而自己到外面的市場 再購買20吋的胎跟框 因為現在外面全新20吋的胎加框 也才3000多塊美金 只比特斯拉用2000塊升級 多了1000出頭美金而已 而1000多塊的價差 你可以多一整組新的輪胎跟輪框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更好的是你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如果我今天要做長處旅行的話 我就會換上19吋的胎跟框 因為它的駕駛更為舒服 而續航力也可以更增加一點 假設我今天要去玩雪 可能會用到雪鏈的話 我也會用上原廠的框 因為雪鏈可能會造成輪框周圍的磨損 而今天如果我要去跑山拉風的話 我就換上20吋的框 總之有兩套輪胎 你下一次換胎的時間 將會被大大的延長 更何況將來你換車的話 多的那一套框 你永遠都還可以再賣人 所以我預計中間的價差 其實不到1000塊美金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而第六點就是Forsos Driving 到底要不要購買 雖然特斯拉在本週 很有可能會根據分數 釋出更多的Forsos Driving Beta版 給北美的車主 但是如果你花1萬美金 是希望這套系統 能夠馬上幫你開車的話 說真的我覺得現在還不到時候 相反的即將收到 Forsos Driving Beta版的車主 在開車時反而要更加小心了 因為這套系統 還是有著許多瑕疵 等著特斯拉去修復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Forsos Driving 比較實用的功能 只有自動換線這個功能 而這個功能值不值得1萬塊美金呢 當然是不值得啦 不過還好 目前特斯拉他有了一個選擇 而就是訂閱模式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領到車後再用訂閱模式 來體驗 這Forsos Driving到底值不值得 1萬塊去購買 而當然如果不在美國的朋友 就更不用說啦 因為什麼時候 Forsos Driving會下放到那邊 都還是個未知數 所以我的建議是 領車後再用訂閱值來看看 這一套系統到底值不值得 你花1萬塊美金 當然如果你覺得1萬塊美金不算什麼 想要贊助一下特斯拉的研究 我想他們也是會非常樂意笑納的 而第七點就是一旦下訂後 要更改訂單必須非常小心 尤其在特斯拉調整過價錢之後 特斯拉訂單在下訂後 交車前都是可以做更改的 不管是車子的顏色 輪框或者Forsos Driving 但是他有一個規定 就是每次更改的時候 都會套用到最新的定價 而有介於特斯拉最近接連的漲價 各位在改訂單時要確認 你的訂單沒有越改越貴 要不然這個單一改下去 是沒辦法取消的 而要怎麼樣改單 而不被漲價呢 唯一的例外就是選擇他們的庫存車 如果真的很想要改單的朋友 不妨打電話問一下 特斯拉他們的庫存裡面 有沒有你想要的配置 通常換拿庫存車的話 他們可以刪減掉漲價的部分 不過當然一定要跟你的銷售 再三確認過沒有被漲價 但總而言之啊 有想要改單的朋友 一定要非常小心 免得越改越貴了 而第八點就是在交車之前 一定要先把必要的備品先給準備好 其中包含有想要貼膜貼隔熱紙的朋友 一定要先做好預約 這些所謂的必要備品 通常都是保護性質居多的 其中包含我之前常提到的 像是地墊 隔熱紙 以及包膜等等的 你絕對不要以為沒有人第一天 就把咖啡可樂打翻在車上的 所以游泳一套好的地墊 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我下面有附上TESMANIA的連結 以及折扣碼 可以幫大家省到10% 而其他隔熱紙包膜也是類似的概念 如果你在領車後 才要去做功課 預約包膜貼隔熱紙服務的話 有些比較好的店家 往往要等到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以後 而這段時間內 你的駕駛就要頂著高溫 烤漆也要冒著 會被小石頭打到的風險 尤其高溫這個部分 我真的非常有感 上週四我的Model Y進場維修 但他們很好給了我一台Model S Loaner 我禮拜六計畫要去Santa Barbara 來個兩天一日遊 而在開Model S這幾天 只要白天出門 每隔三分鐘 我的右邊就會傳來 好熱啊 怎麼這麼熱啊 之類的話 不過運氣很好 禮拜六出門前 收到特斯拉 跟我說我的車修好了 我本來大可以禮拜一的時候在領車 但因為隔熱紙加上Auto Pilot 所以我想都沒想 直接拉著行李到車場領車 大家知道這溫度差距有多大嗎 在豬的Model S裡面 我的溫度都開到65度華氏 也就大概18度C左右 旁邊還會有人一直抱怨很熱 而在貼有隔熱紙的Model Y裡面 我是定在華氏70度 也就是21度C左右 旁邊安安靜靜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議大家 要先把隔熱紙給約好 我也非常感謝Gamma翠光 提供這麼給力的隔熱效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使用我影片下面的連結 來去跟他們做訂購 目前只要選用他們的隔熱紙 他們還是願意送給安卓粉絲一套玻璃度模組 記得一定要先使用下面的LINE 或者微信跟他們聯絡 另外原本就有打算包模的朋友 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只要把車開出門 就有被小石頭打到的機會 而有些人可能是買模 回來自己包也是一樣 所以一旦確認交車日期之後 就趕快把包模約起來 越早包好 越早提供保護 而最後第九點也是蠻重要一點 就是在交車之後 一定要在前兩天趕快做好檢查 尤其在烤漆的部分 去年特斯拉還非常大方 提供7天的退車服務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這項措施了 我知道許多人交車當下 因為很興奮 或者對這台車有點陌生 不知道怎麼檢查車子 但沒有關係 只要當下沒有看到什麼大瑕疵 車子領回去之後 大家可以做詳細的檢查 其中尤其烤漆的部分 一定要在第一時間 馬上回報給特斯拉 關於烤漆上的瑕疵 有人說交車內48小時 有人說是一個禮拜 但我的建議是 越早越好 做好所有詳細的檢查 在第一時間就要求特斯拉進行修復 不然如果拖過一陣子才提出 他們可能認定 這是你的使用痕跡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上這九點就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 購買特斯拉要注意的九件事情 非常有可能也是會犯下的錯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 對你有點幫助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下你對我的鼓勵 還沒follow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在下次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最後恭喜特斯拉在Quarter 3 拿下亮眼的表現 我們在下次的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話題 感謝大家今天的欣賞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